大家好,我现在呢在录制的是第三个分辨Facebook上面这个东方闪电全能神教信徒的一个案例 那我现在呢是在我做管理员的一个群里边 然后有一个用户想加入这个小组 那我之前已经看过这个人的资料 我知道呢我是觉得他有问题 我大概也看了一下 现在呢是我启动了屏幕录像的功能 我要演示给大家 就是怎么样在很短的时间内来分辨他是不是东方闪电 我现在因为是主要集中在东方闪电这个异端上面 我这个频道呢叫玉树玉树临风 那这个分类呢就是一端诗变的 这样也就称为火眼金睛变异端 欢迎大家订阅 如果觉得好的话呢 你可以给我留言点赞订阅 也推荐给别人来看怎么样来分辨东方闪电 这个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 必须要时时刻刻的进放一端 一端很多有东方闪电 中国本土产的有东方闪电 现在已经来到了北美 当然也有这个摩门教了 有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了 等等这些异端啊 都有办法来分辨的 那我们面对的就是中文的异端呢 现在最猖獗的 他们发展最快 也是对中教会危害很大的一个中国产的异端 就是东方闪电 它的变种呢 就有这个成为全能神教 它又有其他的各种的变种 我们在后续的这个案例展示的过程当中呢 会慢慢的展示给大家 那你如果想知道呢 我是怎么样来分辨的呢 你就先一个一个的看 一直看到最后话 我会有一个简单的总结哈 好 欢迎大家订阅 好 我现在呢 已经打开了这个人 这个人呢 我看到啊 他的信息 他的名字叫杨锦 就是这个名字啊 当我看到他这个头像的时候呢 我已经开始怀疑他是 通方闪电 第一点 就是他的头像不是以正面的形象呢 来展示 给我们一个后脑勺 或者是一个侧面 或者是就是一个背影 或者甚至连个人影都没有的 那对我来讲呢 我就会怀疑他 所以我说我打开之后呢 我就可以秒 我甚至在前两个视频上面说 十秒钟就能够分辨东方闪电 其实这个不是夸张 是因为我在管理这个神国代导群的时候呢 在我手下已经过了成百上千的东方闪电 被我辨识出来 让我把他拉黑干掉 那现在呢 这个东方闪电的人呢 他叫杨锦 他第一个疑点就是他的头像 那我再看到这里 就说 这里说是有三个共同的好友 有共同好友呢 不奇怪 当然这三个共同好友呢 他是不是基督徒啊 或者怎么样 也许也都是东方闪电 我会比较详细的去看 那再说这里啊 这个第二个疑点 我在这里我都看到 我图标呢 摆的这个图片呢 是东方闪电风格的一个图片 那因为太小了 所以我会把它打开 让大家看到 好 就是苦就是神的祝福 这是一个东方闪电风格的图片 当然后续的话呢 大家会看到很多 这个 如果你看到这些人的话呢 其实你也可以知道 这些人呢 有没有在你的话 你看 这个 崔明恩 他的图片呢 也是 侧面像 他很少 有东方闪电的信徒呢 会以他正面的形象 展示出来给你看 我对这一点的总结呢 就是 没脸见神 没脸见人啊 就是 是这样的 那这个图片的风格呢 是他们的一种风格 好 然后现在呢 我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是 东方闪电啊 这个人的地址呢 是在哪里 朝鲜啊 首尔 然后说是 大连外国语的 这个呢 有些东西都是假的了 那么现在呢 就打开这个人的 这个页面来看一下 还有哪一些啊 好 我打开了之后呢 我看一看这个 这几个好友 这我 这三个人呢 是在我的好友名单里 那我就要 打开 看一看啊 我 可能这些 他本身也都是东方闪电 我要 想办法 可能要 要去看一看他们 是 究竟是怎么样的人啊 我是东方闪电 还是说是 其他 什么都博水的 一般好友 中歌啊 看看 中歌 现在是看不出来了 从这一点啊 复印针灸 直接都看不出 目前是看不出来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 就不耽误大家的时间 我呢 回头再好好的查这三个人 啊 那现在呢 就是说啊 他是有好友 好友没有关系 但是我要小心他们 这几个好友 看到了 我刚才说了这个图片啊 就是他的东方闪电的风格的 时间线 回到这个时间线上 他现在啊 这是显示 他是 在 韩国 然后 他这里呢 耶稣爱你啊 这个图片呢 哪里都可以有 并不能表明 他是虔诚的基督徒 这里他这个 9月14号换了这样一个图像啊 就 让我觉得就是怀疑 你看他这里的图像 都没有正面的 好 对 还有这里呢 就是这个水深之处啊 这个水深之处呢 好多东方闪电的人呢 用这个水深之处的资源 那水深之处的资源里边呢 如果不详细看 看不出来什么 但是呢 就是因为很多的人 用他的资源呢 就让我有点怀疑 但是 因为我没有办法 长时间呢 或者一直看那个水深之处的东西 但是我 基本上呢 看到水深之处 这个字的时候 我就在想 这个是不是东方闪电 那刚才呢 讲那个分辨的时候呢 已经讲了好几处啊 一是他的头像 二呢 是图片的风格 三呢 就是有一些 这个水深之处的这个资源 当然我在前两期呢 有讲到呢 是天赐恩良啦 神在见证神啦 跟随耶稣的教宗啊 这几个资源 都是东方闪电的资源 那还有 现在我看到的这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呢 也是 东方闪电 这是一个录像啊 他们在借着这个也说明一些他们的分音的问题啊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他下来 这一个图片 这个图片呢 也是他们用的一个啊 软件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软件 一个很简单的做图的这样一个软件做的一个图片 这是他们的这个图片的处理 这个灵修笔记啊 这个一下子 看到 然后 这里呢 其实一下子很难看出来的 好 他这个图片啊 这里啊 用了用了荒莫甘全的东西 那荒莫甘全的东西呢 其实我觉得他们在越来越多的 用基督教的这个公共资源来填补他们的这个资源 甚至呢 当然也起到了这个鱼笼混杂 鱼木混珠啊 的这个效果 所以很多这个新信徒 或者说没有这种经验的 异端分辨经验的人呢 看到这些 哦 都是基督徒 基督徒是基督徒 但实际上他是东方闪天 他并不是真正的基督徒 好 现在呢 又看到一个图片啊 这个图片呢 看这个上面有些字 然后这些人呢 在这里啊 唱歌啊 什么呀 这是一个 某一看你觉得是很美的一个图片 可是实际上呢 这是他们的一种风格 我爱秀出来他们的敬虔 可是实际上呢 他们的敬虔和我们 是说真实的信仰是不一样的 啊 啊 这里啊 又一个图片啊 就是看上去到某岸上 非常敬虔的一个图片 实际上呢 这是就是他们的一个风格 画这个画的画风图片的风格 都能够看得出来 我从这个图片的风格上来讲呢 我就是 已经 看到这样的图片 我就会怀疑 是东方闪电 好 现在呢 其实已经 基本上能够确定了 这个人的 他用的资源呢 都是东方闪电的资源 那对我来讲呢 我基本上可以确定 这个人 我不要嫁他 到我们的祷告群里面去 然后这里呢 又有一个 啊 案例哈 那透过这个 等于是一个见证了 我想打开 让给给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 究竟他们用的是什么样的资源 然后呢 让大家多一些知道 当你看到这个 东方闪电的资源的时候呢 你就要避免他 啊 这里他们用的是 基督啊 叫今日报啊 你看呢 他们也把这些呢 用到他们的网络里边 所以呢 就我们很难分辨他 是不是东方闪电啊 这是一个 陈建宣 传道 全家福 啊 所以 这个 有很多基督教 大家好 我是台北 荣佐牧师是 陈建宣传道 所以 就我个人来讲 当我看到 东方闪电的人呢 用了这么多资源 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 引起误解的时候呢 我心里非常的着急 所以呢 我 把我所知道的这些呢 来分享给大家 让我 大家知道呢 东方闪电的手段啊 刚才 其实已经有一个简单的总结 现在呢 我基本上已经确定 这个人呢 他是东方闪电 我不会加他到 这个 我们的这个祷告群里面 那 同时呢 我再简单的来回顾一下 总结一下 第一呢 就是他的头像 没有正面的头像啊 来展示他自己 所以我呢 就称为他是没脸见神 没脸见人啊 第二点呢 就是他那个图片的风格 这种图片的风格呢 是东方闪电的一种风格啊 他们的图片的简单 然后就是这样一种啊 风格 那对我来讲呢 是就就是一个警惕啊 接下来呢 就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这个 资源 网络资源或者那个内容 那就是刚才讲的有一个水深之处啊 水深之处的话呢 是他们经常用的一个资源 但这个水深之处究竟怎么样 我没有太深的去看这个水深之处 但是我知道他好多东方闪电的人呢 用这个水深之处的资源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就是讲到他们会 用一些这样的 他们会引用了基督教的公共资源 成为他们的资源 鱼龙混住 让你混淆 但是呢 我们要警惕啊 这个这个是要警惕的 那 你看看有没有第五点啊 第五点呢 就是这个图片的 看上去呢 这个他们都是这个很金钱呢 外表的啊 这个金钱呢 也刀毛岸然 但实际上呢 就会 是迷惑人的 这是秀出来的 包括他们的图片 和他们的实际的 有一些资源秀出来的 让我就心中 会觉得有警觉啊 是这样 大概是五点 看这个也是道毛岸然的啊 这里呢 又是一个 这个 不显示正面相的啊 好 就这么多啊 我想 如果你觉得呢 这个对你有益处啊 就请你把这个视频呢 转出去给你的好友 弟兄姐妹 也欢迎你订阅 点赞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好 谢谢 愿上帝祝福你 能够啊 在我们的信仰的生活当中呢 避开这些异端 因为东方闪电 这些异端呢 不是说你想 让它回转就回转 没有那么容易的 好 我今天就到这里 愿神愿意同在 体不过 我们的 这些异端